好 很高興大家來參加 OpenEdge AI & TinyML逸程軌 我們逸程軌最主要都Focus在一些比較小型的AI 今天很榮幸請到張玉成老師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國產IC裡面 有哪些項目是有在 TinyML 就是我們這種小型的視覺AI上面 有機會發展成一些比較 通用型的應用 那我們現在就歡迎我們張玉成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就是話我今天要講的是 如何手把手帶領多款的Smart AI Cam 以及一些手勢辨識開發板 或什麼語音辨識模組的開發板 那我這邊大概介紹一下 就是基本上有比蠻多的競賽 然後在門下就是學委會當任幹部 就是怪人組之中的怪人 所以我是怪人中的怪人 對 然後支撤會的一些講師 然後在工藝院打雜 不過工藝院才是我的正職 對 然後工藝院局的物聯網策略解決專家 然後還有一些電的證照 還有目前是交大電控博士的休學中 那主要就是蠻多的經歷 學生競賽的時候 大概中華電信啊 聯發科啊 還有一些什麼各種微電腦競賽啊 還有各種新畫面的話 都蠻多的部分都有去做啦 然後再來的話 業界的部分就是 像左邊 左下角第一個圖是一個像是一些 外勞一些配裝線 因為外勞看不懂中文 它可能有時候貼紙會貼正或反會貼反 然後就是需要一個做一個自動檢查站的一些測試 然後還有像是台灣很多金屬加工工業 需要做一些準確度的 TinyML的一些辨識 那在物聯網的場合 其實蠻多東西需要自己去架設 裝設 所以我自己把電的那些證照啊 什麼對高機都考一考就對了 什麼焊接都考一考 然後 其實還有很多案子啦 只是 因為保密協議的關係 所以 我沒辦法寫 要不然其實應該還可以再寫二三十個小案子就對了 對 好 那目前有做過相關的教學 就是在一些支撤會 這邊連結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PPT對不對 在等下會有一個QR code可以讓它掃 然後在共筆裡面有一個Github 我都放上Github 在共筆裡面有連結 也可以直接找到 那這邊有些連結大家可以回去看 比如說是Hub 87035的食物training 這個話就是 從training自己的model 比如說你沒有這塊開發板也沒關係 如果training自己的TinyML的model 你也可以照上面的操作去學習 然後還有是 HighMass的智慧儀表的一些辨識啊 還有像是一些手勢語音的一些辨識的部分 這個都有教學 那裡面都有詳細的 就等於三個課程都有詳細的介紹就對了 那這邊的話有幫資測圍 因為我長期有在跟 資測圍的物聯網製造基地合作 那他們其實這麼多年來 其實做了蠻多國產開發板 你會說為什麼國產開發板重要 因為其實你在很多政府標案裡面 它有規定喔 你要使用國產的硬體設備 你沒有的話你是根本過不了 那所以因此呢 就算你不想用 你也被迫要慢慢的去找尋這些國產開發板 比如說像是從多年前合作 那這些都是大廠喔 新唐嘛 MCU工業MCU的那個首選嘛 那還有就是奇景嘛 中光店嘛 連發科嘛 瑞育啊這些全部都有參與在其中 那這個板子我等一下再一一介紹一下 那我們今天先講第一塊板子 Hub 8735 那Hub 8735的這個Outline的部分的話 首先這個是我在外面有去講的課 在左下角這邊 大概三個小時 在資側會有開工作坊 那這邊的話其實我很簡單 為讓現場大家可以方便的操作 我就只有使用Collab 為什麼使用Collab 因為大家有聽到像前面的議程嘛 你用OpenVINO 或者是你使用NVIDIA一些平台的話的部分 你就是需要去部署 準備你的Device 還有各種Cuda版本啊 CUDN版本都要去對 然後再去Compare 準備那些環境 那很麻煩 那我在現場教課的話使用Collab 而且這些蠻多東西的 我教材都用Collab 你就可以去做Training 那就很方便的快速上手 然後再用Arduino IDE 這也是手邊都有的 那就很方便的入門 那再來是Label Image 這也都是免費的一些軟體 然後也是可以快速上手 然後都是開源的 好那這邊的話 我介紹的這個是 國產的Hub 8735的Smart AI Cam 它其實呢就是大家應該有聽過的 ESP32 Cam 那ESP32 Cam它沒有AI功能嘛 那這邊的Hub 8735就是 它是國產的 然後它比它稍微大一點 可是它現在具有AI的功能 那你現在利用這一塊 它的開發板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排列順序對不對 跟ESP32 Cam是一樣 雖然說它有一點那個 要在這張圖轉180度 然後再左右對稱 那基本上你只要焊腳 稍微改一下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你原本的 ESP32 Cam的那些設備 部署環境對不對 把它直接插腳 直接換這一塊板子 那你現在就可以升級為AI功能 比如說你原本是一個 Riotise的一些監視器 一些東西的部分對不對 那你監視器換成這個Hub 8735 那你就變成國產具有AI功能的 一個Smart AI Cam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就是 它有很多功能 比如說它的各種Promotors 還有包括它有語音的模組 震動 加速度感受器 那你會說 這一塊開發板 為什麼它有那麼多功能 你能做什麼呢 那我這邊推薦我們下一個議程 我們歐尼克工作室的那個 它有介紹 比如說你在聲音啊 有哪些運用啊 像這邊它有舉例蠻多例子啊 運動啊 還有環境啊 還有影像的部分 那這邊的話就是 我底下這邊有那個抓好時間 就是你點進這個時間 就只會跳到我們的那個 許博士它的講的部分 然後直接介紹 切入TinyML的應用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呢 我們就會講到Hub 8735的部分 這個很香甜的 那個國產 Smart AI Cam的晶片的開發板 讓人難以拒絕的部分 好 那一開始的話就是 這個課程就像剛剛講的 我原本是三個小時的課程 那有完整的連結 就在這個Github 然後還有完整的影片 照著做絕對沒問題 沒有這塊開發板也沒問題 因為你看著你用Google Collab 你就可以train完自己的model 只差最後騷入的部分 可是基本上你一定是成功的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會講說 就你Collab啊 Google Collab去如何去 設定你的這個AI的一些 環境的部分 那你這樣就不需要去部署 那種買很貴的顯卡 那些有的沒有 去準備你的環境 然後train完自己的model train完自己的一些 一些yolo的一些model以後呢 你就可以去把它燒入到 我們Hub 8735 那我們Hub 8735 就像我們這個教案一樣 有沒有很簡單 點入偏好設定 然後把它貼上網址 然後去找這塊板子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燒入 那你燒入到這塊晶片呢 你就可以這樣子 就可以 這個是它的其中一個範例 基本上瑞育都幫你做好了 瑞育嘛 國產晶片的那個大廠嘛 你也知道 那就是它這個是可以 即時的realtime的一個影片 就對了 那你就算不做AI功能 你也可以把你掛在你家門口 然後比如說你用個請求啊 然後就連線進去 然後看一下你家門口 外面有沒有什麼東西啊 或看一下小孩啊 或看什麼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開發的部分 那它範例都有 那你也有一些簡單的一些 人臉辨識 人臉分類 全部的東西 它有各種案例 全部都是內建 原本example drill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 那你要去改自己的model呢 就是到它的.h的一些標頭檔 然後去裡面設定 比如說你的類別不一樣啊 多哪些類別啊 就去把它設定這些裡面 那你就可以去修改它的範例 那標註工具的話呢 這一樣在那個課程裡面 都有詳細的影片 Label Image 那為什麼要Label Image 就是你收集完這些資料以後呢 就我右上角舉例MIST MIST的東西就是你在AI training的時候 對不對 你要告訴它這個是4 這是1這是0 你要把這些照片框好以後 然後讓AI去training 那training完以後 它就會到右邊 它就會是它的簡易的 一個辨識的結果 就會蹦出來 那這是因為我這邊 還沒有做資料增強啦 以及我拍的影像的那個畫質 以及拍的光源 不是很特別注意 所以就是樣本也沒很多 那它就可以這個 你知道這個 其實樣本很少喔 我1塊錢的正面我才拍4張 反面也才拍4張 然後1塊5塊 10塊50塊 就拍少量的樣本喔 總共沒有超過20 10張還是20張照片吧 它就可以有像的training的結果 那AI它能應用在哪些部分呢 就是我這邊的話 就是大家先看個影片 然後我準備一下 HUB8735的辨識結果 就繼續看一下AI的一些應用 就比如說你在TinyML啊 一些工業場域啊 或一些部分能去應用的部分 那我右邊的話 就是來demo一下 我們HUB8735 我這邊它 它如何去連上 如何去使用 以及它的 accuracy demo給大家 我現在這個部分的話 只會去招錄它example的 就是它的範例的部分 那比如說 我們現在就插入上我們的開發板 就在我手中 那你就是去打開你的裝置管理園 然後去看一下連線的compo 好 我們現在知道它的compo嘛 這邊序列附碼 我們知道它是con11嘛 那我們con11的話 你就打開你的序列通訊附軟體嘛 比如說你用putty啊 或什麼trailerchain啊 或什麼的 好 11 然後它的包率是115200 然後就把它連線上 好 連線上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它會告訴你 RTSP Riotizing Protocol的這個IP的位置 那我們就把它Ctrl-C複製 好 把它拉到左邊的部分 那去打開你的VLC Player 然後這樣子點開 就是載VLC Player 然後我這還是可吸版的 所以其實很方便 開啟網路串流 然後去把它貼上 然後去按播放 這塊晶片呢 從範例裡面呢 它就可以一個 Riotized Steam Pococo 像這樣子 有沒有 它就可以去做一個 人臉辨識 在現場它就可以做出 人臉辨識的部分 對 然後它左邊的話 還有一些座標啊 那些什麼的 所以它在裡面的範例就有 它還有像是 Nine Notify的一些範例 那這些範例呢 你只要把它兩個範例串起來 你就可以掛在你家門口 做一個智慧門領 而且這塊晶片對不對 它只要700多塊 那以前我們在做的話 你也知道 你可能要買一個 Raspberry Pi 3 或3B加或什麼的 然後再去買一個 Intel的 OpenVINO的 Miria的一個類神經棒 那顆可能就要2000 那顆2000 那顆2000加3000 你可能要花個5000塊 做一個智慧門領 那你現在這個東西 它都幫你做好了 你只要大概是1000塊左右內 反正就是700塊左右 那你就可以用一個國產IC 做一個現場的安全的 因為國產安全晶片 那你就可以去做一個人臉智慧門領 用一些公共場所 用一些各種應用都可以去使用 好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的部分 那我們來講一下我們AI部分 我們AI呢 其實這幾年啦 蠻多人就是做這些部分的話 他其實會有些人覺得就是 他其實有一些難度就對了 要這麼講 他其實有一些難度 要不然很多AI 其實他就是像這樣的圖一一樣 他做if、else而已啊 那圖二的部分是什麼部分呢 就是他在training model 他可能沒做一些資料增強 因為這其實是一門技術 甚至你一開始收集的pattern 資料可能就不好 那要如何改善這部分呢 就是我等一下後面看到 就是我會提到 像我們前面假的 Hub 8735是自己去training 雖然是有用現場的yolo model 會去改那些部分 那你如果要從零開始 training一個model 那你會非常累 那右邊的話 我等一下會介紹如何去改善 那圖三的部分呢 其實這是現在一個很熱門的產業 就比如說他現在內衣模特兒 找一次可能要一兩萬塊 那他可能用那個影像繪圖的方式 他就可以去把模特兒p上去 那其實目前很多新創公司 去做產品代言對不對 快速出圖他就這樣子做 那另外還有像是一些畫圖 一些什麼應用 Trader GPT 那我這邊這個就不去講 因為這不是我們tinyml 現在目前的應用 對 好那其實呢 AI的話如果要講難度的話 其實我個人蠻想辦這個比賽 比如說圖一 使用object detection或 segmentation 去找出圖像中的執法人員 嘿對 中間這個 還有第二個 很難的 如何你用去影像 去想辦法辦一個比賽 去分辨哪一個是算半毛 哪一個是冰淇淋 有沒有 這個我應該覺得很想辦一個比賽 來去做這個部分 那其實呢 你再去做AI的話 這是我的學術垃圾 對 我幾年前做的認為 那你其實有很多東西注意 比如說你要捲基層啊 還有一些包括像是一些數學模型啊 比如說你的啟動函數選擇啊 你的前處理啊 說小波轉換那些有的部分啊 然後到後面啊 然後反正你還有像是前面有講的嘛 你可能需要AI加速嘛 OpenVINO的部分嘛 我這邊是用Tensor RT 然後Wave3 RN 那它在它的各種的準確度表現 還有推論加速的部分 很多東西要處理 包括像是你要塞進到TinyML 就像前面有講的 IMT8 FP16 很多那些技術 那再去做的時候 蠻多東西都要去掌握 那其實蠻難的 反正這是我的學術垃圾 就跳過 只是講說做AI還蠻難的 那Edge Computing呢 我們要去做 就是我們TinyML重要的部分 什麼呢 像5G大家的費率嘛 你可能5G要順暢 或者大流量 比如說我們傳一個影像 一直在傳 你可以用幾百G幾千 就一個月嘛 幾百G 那你的通訊費就可能四五千塊 那如果你用Edge Computing呢 你把它做完以後 它在Local端就辨識完了 它不用把資料傳回資料庫 然後再去資料庫做辨識 你也不用在資料庫做AI部署 那你辨識完結果你用NBLT NBLT它只是傳那種字串 小字元而已 它只是把你的電話的那種基地台 對不對 切那種不要的那個區塊 對不對 然後拿來做NBLT 它只是簽了不要的區塊來做NBLT 因為那個流量很小 那你一個月資費才二十塊三十塊 那你去大量部署你的 device的時候 對不對 這些潛入式系統的時候 你不用一堆都一千塊的 通訊費的月費 你就只要 部署一堆二三十塊通訊 那個就是通話費的一些設備 然後就可以做部署 所以成本會降低很多 如果你做TinyML的話 TinyML的 它的一些極限啊 還有一些優點缺點的話 一樣也推我們許博士的東西 好就這樣連結都在裡面 那今天要講的東西其實太多 那就是 講不完 對然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參考我其他相關課程 那有在Github 有三個前面的三個課程 然後這份講一份在Github 對 好那這邊的話講 前面為什麼我講AI 你自己從零開始做 而且做一個很strong的AI 為什麼很難的部分 為什麼要講那麼多呢 就是來講 COME MAKER 1它的好處 我們現在就可以做一個 這個國產 這也是國產的語音辨識晶片 比如說現在就是 比較排斥左岸的一些晶片 那我們現在用的這個國產晶片 放在你家 就要開燈 設定冷氣28度 關電視什麼的 就像後面這樣子 因為它是新唐中光店所做的 那它就可以像這樣 往下 往下 往上 有沒有它去轉台 然後大聲小聲 去遙控你家MOD 用這塊簡單的晶片 就可以去做這個部分 好那其實為什麼要講說 前面做AI很難 那時候做一個strong AI很難 就是像這樣子 你現在有一些不錯的平台 Sensity ML 像我們這塊國產開發版對不對 你只要連線到這個Sensity ML 接上去 你只要點下去 它就會錄製你的聲音 那你錄製聲音就開始講話 你要錄製你的Pattern 大聲小聲 往上往下 錄製完以後對不對 然後在這邊 把它寬寬去分類標注 然後寬完以後跟它講 這是on 這是off 這是什麼的 寬完它會自己去訓練 它會訓練完以後 對不對 你就把它combine 到燒錄到你的晶片裡面 燒錄到你的Call Maker 裡面以後對不對 最後它就可以像前面demo一樣 它就展現出來 有沒有很方便 它都幫你全部搞定好了 你完全不用自己全移model 那些什麼 FP FP16 還有int bar 那些有的沒的 它都全部幫你做完了 有沒有 這很方便 而且還是國產的開發版 好 那另外一個是highmass 那奇景的這個 奇景所做的這個部分 那它這一塊是 那個物件辨識 object detection的一個範例 那範案例 其實都有一些連結 這個案例就是 這個範例的話 我有額外做一個完整的教材 可以大家去從頭做到尾看這個部分 那你這邊的話就是 首先連上去 還有幫你做好一個 那個故意的一個介面 就點開 然後去收集你要的train pattern 那你卻把這些照片 就是這塊相機 它實際拍到什麼狀態 因為有些相機語言的 或什麼你改過鏡頭 那實際 你還是要以它拍到為主 那你就把這些資料收集進來以後 然後丟到我們這個 Edging Pass的這個平台 那Edging Pass很簡單 你點開這裡面 然後你去標註label 把照片上傳以後 框選 告訴電腦 這是2 你看到這個東西它叫做2 然後框起來這個東西叫做8 然後把它框起來以後 它就會去train train完以後 你看它多方便 它出一個混淆矩陣 比如說它0 辨識到0 0辨識到其他東西 它的accuracy有沒有跑掉 這些有的沒的 然後它還可以去幫你做各種的AI加速 還有把模型壓縮的部分 有沒有 它全部都幫你做 你看這裡INT8 它全部都幫你搞定了 有沒有多方便 那你最後燒錄到裡面對不對 它就會print這個 UART print出它的辨識結果的accuracy 那當然啊 這是print到你的主控制器 你可能再做其他應用 那如果你要做一些 直接把它寫在這塊晶片上的話 那你就直接裝個 像我這個是GPIO裝個燈 然後這些有的沒的 就直接顯示demo部分 那它判斷數字就如左邊一樣 你看右邊左邊 這邊337 因為這個可能數字有變 反正就是337它的位置部分 XY軸的座標都會顯示 好 那這邊demo影片以及程式位置 還有一些 交按的部分都在上面 好 那進入到補充資料 其實另外的話 這個跟議程比較沒有關 就是2598plus 那其實呢 就是我要補充的就是這一塊 我也推大家 因為它是NBLT的開發版 那聯發科的 所以你有了國產的智慧的 就是國產安全的這種智慧相機的這個晶片 那你辨識完的結果對不對 你在使用這個也是國產晶片的 那個NBLT的這塊開發版 那你就完全安全的 就是都符合一些 標案的一些規定 以及公共場所的應用 就是比較符合政府的規定 那你就可以去操作 就是可以去把它整個串接起來就對了 那使用NBLT把資料上傳回去 好那這邊的話 就是IDEAH 這邊是支撤會的一些 互聯網製造基地的一些 推廣一些晶片 還有各種案例 還有工具包都在這裡 比如說聯發科 新唐那些什麼大公司的所有的 相關資料全部都在這裡 那這個一樣都放在講義裡面 有興趣大家希望都可以點進去 比如說它裡面有各種的案例都可以去看 好那這邊的話就是 這些晶片的話就是剛剛有介紹過了 然後這邊議程檔案 今天在這裡 那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 那在共筆裡面有 然後還有我的FB在右下角 那就是希望有一些 希望各位捧捧可以多認識我 好 那來到QA時間 大家有問題嗎 那 來 目前的話 阿米8 Pro 2的話 原廠它是賣大概是790 就算800塊 那就是其實國產晶片的話 因為它具有AI功能 那就是稍微 就是在這個範圍內 我覺得是OK 因為比起像是 在以前我們做的一些部分 可能是再加intel的Mira的類神晶棒 它也是要兩三千塊 那它這些具有足夠功能的Performance 建立在裡面 那我覺得OK 而且再來是很多標案規定要國產晶片 應該也是逃不過 對 還有問題嗎 好非常感謝那麼多蓬蓬今天跑來這裡 那就是 感謝大家有朋自遠方而來 然後在我這邊經過我 那個勞期筋骨二期體肤控罰其身 然後就是感謝大家參與 我問一個問題 像老師在開發這麼多國產晶片裡面來講 你覺得最麻煩的大概會是怎樣的問題 然後大概會 大概是什麼問題 其實這個 我覺得啦 國產晶片開發版 常常越在AI的部分 我們都算是 就是開發一些領先 因為你會開發你自己的model 你的model模型層可能長得特別 然後轉換轉不過去 那比如說像是以前 其實intel啦 以前因為我有在靈華科技做AI加速的部分 那以前OpenVnode非常不成熟 那我那時候做一些 比較YOLO一些特殊的tiny的model 它有些模型層太特殊 不是傳統的那種模型層 轉不過去 那你還要去額外的準備那種 Jackson格式檔啊 或什麼的去特別去修改啊 設定那些 那些config的設定 然後強制它把模型轉過去 或者是折衷用其他方法轉過去 那在這些國產晶片其實也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因為其實 他們在把一些tinyML的model轉換的時候對不對 你常常會遇到問題 然後以及是這個晶片可能放不進去你特製一些模型 那你可能就是一直換方法去繞過 或者是聯絡原廠 那國產晶片有個好處 原廠都在台灣 所以你寫信啊或什麼的 或者是你可能就是一直奪命去找支撤位啊或什麼的 他們可能會去處理這個部分 目前看都會很積極的處理啊 因為畢竟他們的市場就是我們這一群 所以基本上你去反應 他們都會很願意處理 沒有問題 IoT 欸沒問題 Edge Computing還是什麼 對 他就很捨立在你常見代方的 就是 沒有沒有 Edge Computing他是指邊緣運算 那 那就是以前的IoT 喔 Edge In Pass 對 它的網站就是在我的教案裡面都有講 它就是直接去操作 它是國外的一個網站 可是它support非常多的MZU還有各種的AVI device 那除了其實我們介紹的國產這幾塊對不對 還有Arduino還有蠻多的開發版其實都有加入在裡面 那詳細的部分呢 我們的許博士的教材也非常的詳細 對 而且它是有就是反用跟貴人用的 對 可是個人用的其實AQS就蠻準的 像我剛剛展示範的那個都是個人用的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AQS是混淆矩陣嘛 其實它的分類就蠻精確的 對 而且我個人習慣我Pattern我不喜歡搜太多 因為我覺得我都是故意挑戰它的極限 誒 沒問題 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這個要個別原廠它們可能反應不一樣 那基本上為什麼 就是好問題 就是真的會遇到常常AI model塞不進去的問題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講說 後面講的CoreMaker 0.1還有HighMass這個有好處 因為它使用Edging Pass還有Sense ML 它會幫你把模型壓縮好 那壓縮完它就會顯示一個大小 它已經顯示出你的最後這個model大小 那基本上它會小很多 那你看那大小你就可以知道你可不可以塞錄到你的晶片裡面 那如果就是基本上原廠目前看的話 以這種它的Smart AI Cam 其實它Pixel故意不會很高就對了 那其實就不會去碰到那個天花板就對了 對 基本上經過優化 目前看都沒問題 對 極少使用者有反應啦 基本上目前是沒有 OK 那 沒問題 那我們那個玉民老師還會在這邊 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繼續 整個治理一下 那我們這一個section 就先到這邊可以直接聽到 那現在上學ped點了